大家好,我是大野猪,我们又见面了 在开始前先祝兄弟姐妹们小保底不歪十连双黄 希望可以用点赞三连支持一下野猪,谢谢 最近米哈游官方不是说了吗 对于原神移植PS平台就是Switch平台 正在做努力的开发,请大家等待消息 然后就出现了这么一张图片 这是假的,原神还没有登录NS平台 然后又是在这些平台传播的 关于草神的卡池图 卡池也做好了,这是草神 看看这个点赞量1.5万 这其实只是B站的一位UP主自己做的图片 请大家不要相信 然后还说2.7直接跳到3.0 其实像此类消息都是通过官方早前的公告分析得出的 比如说这个修复公告 然后就猜测2.7以后是3.0 所以请大家一切等官方消息这些都是猜测 现在很多朋友非常关心的 是延期以后后面的卡池会不会进行改变 这点大家请放心,该复刻还是会复刻的 关键是2.6版本没有新增卡池 说明米哈游对于后续角色的复刻 已经安排好了剧情 不愿意打乱 所以后续版本应该还是该复刻谁就复刻谁 至于会不会有2.8版本 我个人感觉是有的 反正大家只要为自己喜欢的角色存好原始就行了 接着是其他朋友发给野猪的一些问卷 我们来看一下 因为每位朋友的问卷是不太一样的 这位朋友收到的是对于目前版本 祈愿系统的满意度如何 其实收到这个问卷的朋友是很多的 所以才会有朋友来问 会不会改祈愿池啊 常驻池之类的 我个人感觉现阶段是不会改的 也不会增加新的卡池 也不会再常驻增加新的角色 因为毕竟原神才开了一年而已嘛 那么在不久的将来 估计祈愿池是会进行修改的 这方面可以参考一下崩坏3 这题就比较有意思了 请问您对米哈游公司的整体评价如何 大家不妨把自己的选择打在弹幕上面 我们来看一下 分享一则悲伤的故事 感情呢是不能强求的 分手了就是说明不合适 好好调节好自己 祝大家都能遇到合适的人 与其伤心难过 不如好好振作 都看到这里了 也就向大家求一个一键三连 祝每一位点赞三连关注的朋友 抽卡圆梦万事如意 身体健康 感谢大家了 关注野猪 每天会为您带来新的资讯和福利 谢谢